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承认乌东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 甚至还重申乌克兰要去纳粹化 为什么普丁认为乌克兰有纳粹化的一个现象 什么是纳粹化 为什么普丁强调说必须要去除 这个问题有他复杂的历史背景 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谈整个战局的一个情况 来追溯一下这个历史 讲到这个问题他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么当时的乌克兰是隶属于苏联 而纳粹德军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当时乌克兰追求独立 希望脱离苏联统治的民族主义分子 他们欢迎德军进来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领导人 就是后来被称为乌克兰独立之父的班德拉 班德拉他生前追求乌克兰独立 他主张乌克兰要先从奥匈帝国独立 然后要从苏联跟波兰独立 那么1933年 班德拉成为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团体 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简称叫OUN 这个组织的执行长 那么他就以西乌克兰为根据地 因为当时这个西乌克兰是由波兰所统治 当然苏联也虎视眈眈 那么要想要把西乌克兰跟苏联境内的东乌克兰给合并 而班德拉当时他要追求乌克兰的独立 所以他一方面要反对波兰 又要反对苏联 所以当时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外国势力 就只剩下纳粹德国 不久二次大战爆发 德国跟苏联把波兰给瓜分了 同时两国大战即将展开 这个时候纳粹的情报机关就接触了班德拉 那么向他提供大量的经费 支持他在乌克兰境内展开反苏的运动 德军不久就进攻苏联 也占领了乌克兰的全境 这个时候班德拉跟纳粹德国密切合作 而且一度让乌克兰独立建国 当然当时德国并没有承认这个国家 不过还是把班德拉视为合作的对象 到后来纳粹担心乌克兰民族主义会伟大不掉 所以又把班德拉这一些乌独分子给逮捕 把他关在德国 那么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 OUN 它是活跃在1930到40年代的组织 主张以武力争取乌克兰的独立 将波兰跟苏联都视为妨碍 乌克兰独立的主要敌对势力 但是等到1940年 这个组织内部就分裂了 一部分他们认可班德拉的领导 那么刚讲到说 一度宣布独立建立乌克兰国 但是后来遭到纳粹德国的镇压 但另外一部分还继续跟纳粹合作 那么当中也有一些独立组织的成员 是配合纳粹来屠杀波兰人犹太人 那么在战后班德拉居住在德国 那么他还是主张乌克兰应该要独立 反对由苏联继续统治 到了1959年 他就被苏联的特工给毒杀了 好从这段历史来看 因为乌克兰很明显 历史上来说 他的东西就是分裂的一个状态 也因此班德拉在乌克兰 就是一个争议的人物 西乌克兰因为曾经长期 被奥匈帝国跟波兰统治 所以他有强烈对西方的认同 他们是到二次大战之后 才被迫加入到苏联的阵营 那么西乌克兰人 其实对这个情况都非常的不满 那么加上西乌克兰也是班德拉 整个发展推动乌克兰革命的一个根据地 因此在当地 一直把班德拉视为是国父 在大概一年多前 有民调显示 超过一半的西乌克兰民众 对班德拉有正面的评价 甚至于在西乌克兰最大的城市利维夫 这几天听众朋友可能在国际新闻 会看到会听到这个名词 对那个地方就是现在传闻 可能欧美希望把基辅的乌克兰政府 那么迁离到这个地方来 那作为长期跟俄罗斯对抗的地方 这个城市就是利维夫 在西乌克兰最大的城市利维夫 现在甚至有班德拉的铜像树立起来 那么当乌克兰有出现亲西方的总统 比如说游先科的时候 他甚至给了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的 这样的一个尊荣的一个头衔 但是相反的在亲俄罗斯的东乌克兰 多数人却是对班德拉十分的反感 认为他是代表了纳粹 曾经屠杀过这个平民 包括俄罗斯人 包括犹太人 所以在乌克兰是由亲俄的总统 向这个阿努科为奇 他在任务的时候 就把班德拉的这个乌克兰英雄的头衔 给取消了 好那在2014年 当时这个反政府的示威展开了之后 后来乌克兰就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了 这个亲西方的这个政权 那么基本上是把这一段历史是加以美化 特别强调是民族主义分子 联合德国反抗苏联的军队 而淡化他们协助纳粹残害 犹太人跟波兰人的这一块 这个部分 那么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可以看得出来 以班德拉为例 他在东西乌克兰之间 所面临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评价的一个落差 就是说在从几年前 乌克兰的这个革命出来了以后 有不少亲西方的民众 他们在广场抬起了班德拉的这个遗像 而相反的亲俄的民众 则是对班德拉的这个遗像予以践踏 那么借此要来强调说 这一些当时反政府的人 他们都是新纳粹分子 那么在莫斯科 俄罗斯的主流舆论 也就是认为说乌克兰的叛乱 就是纳粹的复兴 这就是这一段历史的一个渊源之所在 由于苏联在二次大战是战胜国 那么战胜了以后 历史要怎么来诠释 这个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有乌克兰人 那么去矮化苏联红军的成就 这在普丁看来 当然他是不高兴的 去年普丁发表了一个长文 阐述说为什么俄罗斯跟乌克兰两个民族 是同一个民族 那么特别指出说 这个现在有人讲说乌克兰人跟俄罗斯人属于不同民族 这个到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上来说 如果你把它追溯到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 不管是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还是白俄罗斯 他们都源自于这个叫罗斯公国 那后来分别是被蒙古人波兰人跟立陶宛给占领 那现在的这三个国家地区 这个宗教的部分 西乌克兰是信奉天主教 那么但是白俄罗斯跟俄罗斯都信奉这个东正教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差别了 那么因为有了这一些历史的一个渊源 现在普丁想要把历史重新浓缩 回复他的一个原状 所以他就认为说 那些主张跟欧美或者亲欧加入到西方阵营的乌克兰人 都是在破坏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出手去保护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同时也要把这一些所谓的纳粹分子给清除掉 好这个我们把这个历史大概讲了一下之后 但是现在看整个的战局 那么当然这个以俄罗斯的军事能力 大概很少人认为说 这个乌克兰有机会能够在军事上来扳回 即使欧美国家也提供了很多的军事的这种武器 甚至说志愿军过去恐怕都不容易 那么但是战争会打多久 这个不知道这个考验到双方的这个耐力 特别是普丁现在面临全球的经济的封锁 这个国内也开始出现这个反战的一个声音 那而就算最后普丁在这场战役获得产胜 但是他想要的所谓的全面掌控乌克兰 他能不能够如愿 这个恐怕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经过这场战役之后 现在的乌克兰人特别是西乌克兰的人民 他们是更是义无反顾的 要全面倒向欧洲 就算战败也不会臣服于这个俄罗斯 这种情况我们就以一个语言的变迁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乌克兰想要彻底跟俄罗斯划清界限 其实乌克兰在1991年独立的时候 那么因为过去被苏联统治了很久 国内的人倒是以说俄语为主 那么即使到现在 这个政府强力的推动乌克兰语 但是在首都基辅的居民 这个说乌克兰语跟说俄语的比例 也大概都只是各占一半 乌克兰人本来他们并不介意去说俄罗斯语 那么像以现任总统泽伦斯基的为例 他的母语就是俄语 那么他所领导的人民公普党 在国会也曾经想要放宽 这个限制使用俄语这样的一个法律 那么但是当普丁越来越用语言的问题 来介入乌克兰的统治 他已经讲说在乌东地区 讲俄罗斯语言的这些人 都是俄罗斯要保护的 甚至还发给他们俄罗斯的一个护照 那么他这些动作让很多乌克兰人很反感 那么这个因为这明白的 就是在分化分裂乌克兰 这个里头包括很多本来是母语 是俄语的人 比如说我们刚讲到了乌克兰的 现任总统泽伦斯基 现在他们都急着要切割 跟俄国的任何关联 例如不再说俄罗斯语 或者坚持只用乌克兰语 那么在乌克兰现在就流传一个笑话 说以后不敢再说俄语 因为担心会突然间被普丁要求派兵 来把他保护过去 所以在乌克兰现在大家共同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一仗打得很辛苦 可能国家会面临到非常困难的一个局面 但是经过这一仗之后 乌克兰即使在军事上被俄罗斯给镇压了 但是他的心已经离俄罗斯更远了 这个恐怕也是俄罗斯将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最后感谢原付证券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三月是代表女性的月份 原付证券提供专业的女性投资咨询 让不同阶段的女性 在面对众多的投资商品的时候 能够勇敢的踏出理财的第一步 追求人生目标的道路上能够更顺利 活动详情请上原付证券官网搜寻 好 以上是今天的视频播客 谢谢收听 我们下回见